观音菩萨没有自私这两个字 观音菩萨只有慈悲这两个字 自在的慈悲 无我自败的慈悲 所以你就去转变你的心 因为你自私 贪嗔痴 所以你才会亏钱 身体不好 家庭关系不好 那你现在念观音菩萨 我要慈悲 我要慈悲 我要关心别人 你念头改了 那你就得到观音菩萨的力量 你会发觉 我怎么命运都好起来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佛教告诉我们 相信你自己的想法是 邪知邪见 因为我们的邪见里面 就执着有一个我 这个存在 我执着这个 我认为了这个法存在 叫我执法执 所以各位要摧毁 摧毁我们要对质 调伏内心 因为你的想法是错的 我想我们今天看医生 医生是按照他 医学的道理 告诉什么样的方法 身体会好 对不对 那你只要按照医生的话去做 医生也帮你直接调整 打针吃药 你身体就会离开痛苦 但是那还是暂时的 如果你的心 医生只到达身体的部分 医生说癌症可以医 但是他不能保证 你会好 你要牵好医属 牵好医属 每次要开刀就要牵医属 万一过程死掉了 你不要怪我 就是医生他能做到这样 医生也说我尽力 但是佛法不一样 究竟涅槃 究竟可以让你完全没痛苦 所以各位 医生我们还是要配合 但是究竟那你要看佛法的心态 修行的方法 所以不管你在感情上 家庭上 事业上碰到什么痛苦 那你要回头赶快念佛 那首先要有惭愧心 不要认为自己对 知道这样吗 然后你要完全的相信心经 甚至个性比较急的人 个性急的人 很想要赶快甚至会骂人 你要超心经 超 一个一个子 让你慢下来慢下来 像掉点滴一样 而且呢 这个慢下来不是用慢来解决问题 而是在慢下来的时候啊 佛的力量就可以很慢慢的 感觉进到你的 你念阿弥陀佛也可以慢下来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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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到脚都充满你的生命 就像你在倒水慢慢倒 因为你想给他倒满满嘛 所以念佛念法念身持重 都让你把佛的力量 进入你圆满的生命 因为刚刚我一来 我就去隔壁那边 哇 念一下 很多往生牌位啊 鬼比人多啊 哇 一大堆啊 那为什么 清明节到 大家孝顺啊 对不对 我们要超度祖先 这非常好 但是超度祖先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你对祖先的报恩的心 你对祖先感恩的心 所以你替祖先积功德 买了花 买了食物啊 明天我们还要放生啊 点香啊 点灯啊 各位刚刚做的 念一下 食供养 焉供要供 我们做了很多 让祖先很有福报 那祖先有福报 他至少就不会饥渴啊 不会生病 因为你给他药包 祖先就身体舒服 你给他食物 祖先就不会饥饿 各位都有念 念一下 哄啊哄 祖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那这个只是暂时的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孝顺报恩 那究竟来讲是什么 为什么往生牌位前面都要摆阿弥陀佛 或摆地藏王菩萨 摆地藏王菩萨代表什么来 脱离三恶道 摆阿弥陀佛代表什么 往生净土 那你哦 只要你做该做的 你相信 唯有这样在做 而且我很专心的念阿弥陀佛 我念地藏菩萨 我礼拜 我替祖先礼拜三宝 我求三宝加持 那祖先一定很快乐 如果祖先愿意往生净土 会不会今天就往生极乐世界啊 你要相信 我认为现在最难的 就是不相信 因为他对阿弥陀佛的力量不了解 他不相信 他用自己的想法 他用自己的想法 认为是我自己的力量超度祖先 那你永远会很痛苦 你自己该做的就是 忏悔啊 布施啊 慈戒啊 你做好了吧 然后全然的 相信 把祖先交给阿弥陀佛 这样 你再替祖先念阿弥陀佛 你替堕胎胎儿念阿弥陀佛 你替冤亲在主念阿弥陀佛 当然 你要念药师佛也可以啊 你要念欧玛尼贝灭奉也可以啊 每一个都是平等的 佛的力量没有分别的 你也不要千万说 我念阿弥陀佛 你为什么念药师佛 药师佛等于阿弥陀佛 各有各的方法 但是最后都让你到一个净土就对了 你到了净土 生命轮回的苦就停止了 以后你到了每一个佛的净土 佛就跟你说法 你就会断烦恼正空性 佛就教你爱护众生的方法 而且教到你念一下 永不退转阿弥八字 你会被每一个佛感动到 我要学佛永不舍弃众生的 去爱他们 直到他们成佛 每一个佛都有这个功德 而且是个事实 所以你到了每一个净土 都能够完整这个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念下来 求生净土 老实说了 我们华人最爱钱 每天就 读书也是为了赚钱 为了赚钱 等到赚到六七十岁 六七十岁 拿了那个钱去买药 去买那个病房 然后呢住老人院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为什么不提早准备这个事情 那你为什么要结婚呢 因为别人都结婚了 我也有欲望啊 我也有感情啊 但是因为你不能 所以我刚刚讲说 你如果按照你的想法是错误了 我的想法我要结婚 我的想法我要赚钱 因为赚钱可以让我快乐 结婚可以让我快乐 生小孩可以让我快乐 请问这是正确还不正确 释迦牟尼佛做给你看了 出家出家啊 他放弃了世间人家认为的 荣华富贵爱情 因为那个是苦 世间的东西是苦 我这样讲不是要叫你马上离婚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哇回来你老公骂我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跟家里好好地在一起 不要执着你就不会痛苦 你要把佛陀的爱 展现在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儿女的身上 对不对 你要把佛陀的爱 展现在你的朋友 你的老板 你的员工 你的敌人身上 因为佛陀教我们 有一种爱是最快乐的 你想无分别的爱 慈悲的爱 就是这样的意思 让众生快乐 让众生成佛 那你要不要做而已啊 如果不甘愿 他外面有女人 那是你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不甘愿 你这个不甘愿 是你上辈子多少次 你害别人这样 你已经伤害别人几百次 现在不过回过头来 念下来 行为反作用力 中瓜得瓜 中斗得斗 你怪别人嘛 所以我想 如果你想要去怪别人 那你就已经不信英国了 对不对 不是佛教徒了 佛教徒就是信英国 佛教徒就是想要帮助对方 而没有害人的想法 今天我跟你在一起 对你那么好 结果你倒我的钱跑掉了 这个叫什么 你要讲 消业障 因为你造的业 所以业障来了 消业障 心甘情 那你越不甘愿 事情就来了 那你就开始 脑神经衰落 开始吃不下饭 开始心脏有问题 那不是死了就算了 死了你就 我生生世世找你报仇 这样 那你就开始去轮回 天涯海角要找到这个男人 然后跟你结婚来骂你 所以 念下来 不相欠 就不相见 不相见 就不相爱 不相爱 就不相恨 恨从哪里来 因为爱 所以天涯海角我找到你 所以各位 那这一点 那是你的问题 你要放下 你要放下 佛陀教我们 自私的爱是痛苦 平等慈悲的爱是快乐 没有分别的爱 更快乐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放生 各位为什么要超度 这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不是在超度我们祖先 我们祖先 搞不好人家升天 对不对 做人 我们是 对这些苦难众生的爱 慈悲 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 来回向我们的爸爸妈妈健康 让他们有功德 所以 在这一点各位注意 不要怕鬼 怕鬼就是 没有慈悲 因为他们很可怜 人可怕还是鬼可怕 你都会讲 人才可怕你都不怕 那天我听到一个女人说 她晚上都会发毒 我说为什么 她老公只要车停在她家门口 她就会发毒 我说为什么 她老公打她 打完一次以后 她永远都会怕 老公一回家她就会怕 她一直怪她的老公 但是她老公为什么会打她 她比她老公还凶 但是她没有她老公的体力 她老公被她逼得实在 实在讲不过 她就啪 然后乱锤一顿 然后她又 她又认为她老公错 恨她 你打我 我恨你 然后关系变得很不好 根源呢 根源是她自己的问题 你认为你比你老公聪明 你认为你老公做生意笨笨的 一个男人如果被尊重 还会打人的 不然什么叫我 我叫男人呢 偏偏女人都比男人比较会算 算东算西 比较计较 所以我想各位 真的你要装的傻傻的 知道你要做 我不知道 你最回答 你要让她 你要让一个男人觉得说 我是个男人 你看我可以保护我太太 我这个太太比我还精 我还保护她 我去保护外面的女人 那个需要我保护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角色上扮演要注意 男主外 对到外面 你要听你老公 对不对 女主内 回到家里 我尊重你 但是你不能去管到她外面的事 你要去管到她外面的事 那这个实在就开始乱 因为女孩子会赚钱 女孩子能力很强 老公要用这个人 太太不用 那大家就搞错了 那对方你只能忍 做太太人在忍这个 做先生在忍那个 两个天天要打架 所以昨天有一位美丽的太太在我面前 要她老公发誓 你跟我结婚到现在 外面没有女人 我说你问这个没有 要问她以后有没有 如果你这样逼她保证她有 没有第二条路 她的老公很委屈啊 师父我结婚七年 真的没有我发誓 我说你发誓的 你要发誓后面没有 我已经知道你有了 她就偷看我一眼 因为你忍了七年了 这叫七年之痒 谁逼谁了 对不对 所以但是女孩子 当然因果上很简单啊 这个女孩子过去也是 对不起她的先生太太的人 所以她这辈子就怕对不起 她怕对人对不起 她就忌讳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 如果双方有一个学佛 了解这个佛教的道理 那这个太太放下了 老公就不会有外遇了 对不对 不然你就 事实上这个种子 是你种给对方 你把这个种子种下去 时间到了 她就萌芽了 开花了 那如果做先生呢 也懂得 懂得去体谅女孩子嘛 因为她爱你 所以我跟她先生说 你不能把你的太太当太太 你要把你的太太当女儿 去疼她 女儿在那边呱呱叫 呱呱叫 没关系 吃吃冰淇淋就好了 当然我也有跟她太太说 你要跟你太太 佛陀说 做太太有六个角色 当先生的仆人 当先生的妈妈 当先生的姐姐 当先生的妹妹 你才六分之一当太太而已 你要扮演好这个角色 你不能脑筋比你老公好 处处方面都说 我老公笨笨了 你一直念人家笨 他要离开你以后 你又不让人家走 意思是说 虽然你很聪明 但是你感情脆弱 没有用 那这个感情脆弱 为什么 因为过去让别人 因为你感情而受苦 所以你就很怕 怕那个苦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忏悔 所以 你要把这个 这种感情 后来我跟她太太说 很简单 执着的爱 我听你们这样讲 我就一直 嘎哉 好哉 我出家了 哇 这个很苦啊 家家都有一本金刚经 搞不坏了 哇 这个很厉害的 所以 这个世间 每个人都需要佛法 因为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不一样的痛苦 所以 但是谁把佛法 用在你的生命 不分在家出家 再大的痛苦 对你来讲 你来讲 修业障 积福报 修忍辱 不用花钱 对不对 修福报 不要花钱 天天被老婆骂 福报就很大 因为你在修忍辱 所以我想各位 如果你会 你懂了佛法 哎呀 你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就像打太极拳 你打我越厉害啊 我是利用你的力量 我只能把你推出去而已 我一点都不用用力量 所以各位在这边啊 念下来 用佛的力量 哎呀 你要用佛的力量 对你自己来讲 相信因果 相信三宝的力量 但是 你自然就会改变 如果你要 好 你要慢慢的去断除你的贪嗔痴啊 恐怕有困难 因为人 江山欲改 本性难以啊 对不对 但是 你只要记得 当你起了 心态 分别心 生气啊 欲望 赶快 南无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南无阿弥陀佛 你要用佛 连你下地狱 都可以把你拉到极乐世界了 对不对 那这些 你的烦恼 因为现在是末法 末法时期 一个人要完全的进化自己 像我做师父了 我已经做师父了 很多 我有信徒啊 弟子 我每次看到他们都跟他讲 哎你怎么样 我发觉哦 没用 没用 但是我还是慈悲提醒一下 可以了 因为每个人 每个人 后来我师父就跟我说 什么叫师父呢 你就静静的 学释迦摩尼佛坐在那边 这样就好了 你把你自己做好 你把你自己做好 他苦了 他会来找你 OK了 你跑去跟他讲 哎哎哎 你不要再这样 没用了 没有用 但是你做好 他跟你学 可以 他哪一天痛苦了 师父 哎 你可以跟他说 所以 因为 他有苦 如果一个人不生病 你就要吃药干嘛 对不对 他就觉得我病了 我病了 所以意思是说各位 至少你要知道你病了 哎呀 我又生气了 我又傲慢了 我又想要骂人了 而且你还要知道那个果 我这样再骂下去 我会高血压 中风呢 刚刚有个句子跟我讲一下 我觉得那个 那句话很好 来 不要中风 不然家人会发疯 这句也不错 你中风在那边流口水 你家的人都去笑了 因为他要照顾你 你家就发疯了 我说对啊 好男人不要让家里人发疯啊 你中风全家发疯 怎么办 不照顾你也不行 照顾你苦得要死 那为什么会中风 骂人 脾气不好 那各位要想一想 又回复到 我们现在差不多年纪了 听懂佛法了 不管你现在几岁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念一下 离苦得乐 成就佛道 这是生命的意义 至少要离苦 你千万不要再去想 我要赚钱 我要买房子 我要干嘛 我要干嘛 你又在找痛苦了 因为不了死 苦不了 再多的房子 再美丽的太太 再帅的老公 再乖的儿子 有一个就烦恼一个 这个世界最大的快乐是放下 是没有烦恼 是没有执着 是没有拥有 是没有欲望 所以你要找一个快乐的日子 所以你就不要再去追求了 就像很多女生 有时候供养我红包 哇 怎么这么重 师父 盐巴 盐巴干嘛 求老公 我就马上拿了盐巴 把它放在佛头那边 这个嫁给你 你老公在那边 你不要去人身上去找爱啊 哪一个男人是好男人 你跟我讲 你当初是因为迷你 你会觉得他不错 现在是恨恨的不得离婚 没事把你儿子找过来 要不是你 我早跟你老爸离婚了 但是我妈也跟我讲这种话 我很聪明 我跟我妈说 妈 没有爸 你怎么有我 这个我给你爱 你都不会想那一边 你都想这一边 对不对 没有爸爸 你看你有这么多 这么爱你的儿子 因为我们四个儿子 都爱妈妈超过爸爸 我跟我妈妈说 你看 因为爸爸生了四个最爱你的男人 以及你最爱的男人 你要感谢爸爸 好 要跟我讲这个 不是我爸爸不好 是我妈妈 她心里不接受我的爸爸 很简单 她不是这辈子不接受 她上辈子就不接受 我都帮她查因果 从上辈子恨到这辈子 但是你注定就是做她的太太 我妈妈说 我又不爱你爸爸 因为我妈妈是被我的外阿嬷 我妈妈家里小时候穷了 我爸爸很有钱嘛 帅啊 那我的祖母就拔杯啊 说那个好 就硬把我爸爸的情人 人家已经生小孩了 拆掉 然后叫我爸爸一定要娶我妈妈 所以我妈妈也不甘愿了 又不是我爱她 我爸爸也无奈啊 阿嬷说的 要孝顺 所以他也无奈 那这个是因果 我妈妈最爱最爱最爱的情人是谁 我哥哥 我的大哥 爱他如命一样 所以各位你生了小孩 你大概就有这个感觉了 哪一天你抱着你先生的时候 你女儿就会生气 老公是我的 因为那女儿是你老公的真正的爱人 对不对 当你骂你太太的时候 你儿子会出来跟你打架 我要保护妈妈 因为你儿子是你妈妈的情人 这个叫轮回 为什么轮回 因为有这个爱情 这个爱恨 就一直来一直来 儿子变妈妈 妈妈变女儿变什么 就一直在这里面 跑不掉 所以各位 你要不要停止啊 你不想停止 那你就一直来 所以我跟我妈妈说 我说妈妈 你要放下 如果你不放下 我妈妈敢往生 你下辈子我看你还是嫁给爸爸 我才不要 这不是你要不要 是因为你心里很在乎他 我哪有在乎他 恨他 就是在乎他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内心也好就想 赶快念阿弥陀佛 因为我又喜了爱啊 恨啊 喜欢啊不喜欢啊 赶快念清净圆满的阿弥陀佛 对不对 阿弥陀佛是修禅定 控制自己的心 阿弥陀佛是修圆满的 空性的般的智慧 阿弥陀佛是圆满的禅定波罗蜜 波罗波罗蜜 和成就的佛 所以阿弥陀佛可以让你放下 世间所有的爱然执着 心如莲花 拔除一切业障根本 这个我之分别 它可以带你去绝对清净的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之所以快乐 是因为没有爱没有恨没有嫉妒 对不对 那叫极乐嘛 所以如果你的内心 不要让自己起爱恨嫉妒 赶快念佛 那你又进入极乐世界 进入极乐世界不是等死了 而是你现在就要进入极乐世界 如果你现在进入极乐世界 然后又加上念佛的力量 你的祖先不可能不超度 你的冤心在主不得不超度 如果你愿意这样 你想一心念佛 一心就是佛的心 菩提心 相信因果的心 就是没有分别的心就对了啦 一心全然的相信阿弥陀佛 一心念佛 那就OK了 所以我想各位太简单了 回去试试看好不好 回去跟你老公 来 开始骂我 我来念佛 我看我会不会生气 但是各位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世间所有的因缘 都会让你起心动念的 但是你要赶快 南无阿弥陀佛 就像我自己一样 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经过找我 有爱我的 有恨我的 有找我麻烦的 反正什么人都有 因为我要甘愿 我今天为什么要来医保 我跟各位都是冤亲在主 所以我要来 然后我要来了结这个缘 了解吗 有善缘 有恶缘 什么缘都有阿 昨天我在吉隆坡要走 轮流来跟我拍照 害我在那边站了半个钟头 我想说我要慈悲阿 事实上我要微笑阿 我不能走阿 我很想赶快冲走阿 刚好旁边都没有人可以救我阿 但是一个一个站在我旁边 我就想 这个一定是大老婆 这个是小老婆 都是这些阿 老的阿 这个是妈妈 这个是爸爸 那个是儿子 不然他怎么干嘛 要跟你拍照 你是谁阿 他就对你有个好印象 拍个照 那你就要跟他 好 现在我出家了 我学佛法了 我要给这个妈妈佛法 这是我对他的报恩 这样而已 但是没有过去的缘 他就不理你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办法 现在各位要结缘 而且要圆满这个音乐 那些明天 你 那些明天 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 我身上 我身上 在我身上 我身上 你 就是你 我身上 在我身上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观音菩萨妙连唱 青青统严义举声 前此吉吉吉 前此人 可还相遭到人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接下来请收看晚课 晚试